大家好,本季小将介绍如何创建多个单元格数组公式的操作 在本案例中计算销售总额可以根据填充公式的方法实现 若使用数组公式,使用计算更简洁 下面介绍具体操作方法 打开工作表 首先选中需要输入数组公式的单元格 然后输入公式 按Ctrl加Shift加回车组合键执行计算 在选中的单元格区域中同时显示出计算结果 明天来看